甚麼都可以得到 頭髮千萬不要得到 歡迎收看警星360 警隊今個月起 逐步更換軍裝人員的左輪手槍 以及刑徵人員的搬自動手槍 並分別轉用中國製CF98A 以及CSLP5搬自動手槍 為配合警隊行動需要及供應的可持續性 警隊購買了性能優良的新款搬自動手槍 新槍的優點包括 設有手動安全制 可以減低意外走火的風險 更換彈甲簡單快捷 補充自打速度更快 設計上可以提高整體射擊準程度和可控性 新入職的同事會接受新槍的訓練 在職人員在完成訓練後 仍會開始配備新手槍執勤 接下來我們還有雨景同行 放偏營景和警車三六寧 千萬不要走開 什麼都可以 頭髮千萬不要 我以前是做槍牙教官 教一些學景 我令到一班完全對社會不認識的青年人 有信心去做一個執法者 今天我再做這間髮型屋 因為我本身的背景 和我之前對這個名字的愛好 我改為執法者 2023年12月4日開張 我亦將髮型屋和上海鋪的觀念 引入了在這裡 很多同事來到我這個店 來聊天 甚至乎有些她說她家裡的環境 她說她的外母想找地方剪髮 但她坐著輪椅坐不到 我叫她過來 輪椅是不能進入剪髮店 在這裡 我們也試過整個輪椅推進來店 我在這裡剪過五、六個長者 那個長者 她會覺得自己有自己的要求和尊嚴 她覺得自己要平衡 很開心 我的理念 店裡有個家庭的溫暖的感覺 做這個二剪服務 開始我人生剪髮的高潮 去一些老人院的剪髮 我一個人 安排三十個人給我剪 我又記得有個老師 九十多歲 我一扶起她的頭想剪髮後面 她後面已經有些倉 剪髮後她還跟我說 快要下課了 她已經有些認知障礙症 那是一個老人院的很大感受 剪髮後 那個院長 她說了兩句話給我聽 我的老人家 全部是不會理會你剪髮的很不好 因為她的鏡頭也沒得看 但她全部是知道你有沒有心想跟她剪髮 接著她有第二句說 有些人說 這次剪髮的不好 下次剪髮的好一點 其實你記住 可能是你人生最後剪髮的頭髮 那個人 以前拿槍給我最大的滿足感 就是把一些完全不懂的人 教他如何運用槍 今天拿槍給我 今天拿槍給我 可以希望剪髮這番好事 去剪髮人生的精彩 尤其是黃小姐嗎 我是上海公安局科長 我們查明你戶口資金流向不明 要凍結你的銀行帳戶 就是這個電話 另一名七十歲的婆婆被騙去2.65億港元 假務官員俄稱她涉及洗黑錢案 要求交出保證金以證清白 她於是多次向騙徒轉賬 被人騙了整副身家 記住以下三點 第一 第一 執法機關不會透過電話 索取銀行帳戶密碼 更加不會要求提交保證金 證明無罪 第二 即使來電顯示 寫明是某公安局都不好上當 因為來電顯示 是可以用VOIP技術偽造出來的 第三 如果有人自稱執法人員找你 應該查證 向相關機構核實來電者身份 如有懷疑 立即打防騙意義線 18222 封面 警告 時期固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如果我們拍什麼題材就留意告訴小編 Bye Bye